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新東方教育 新東方教育在過去一個月升得很厲害 為什麼升得很厲害呢 因為新東方教育是一些教英文做教育的公司 以前經常搞很多補習班、培訓 但是今年年初開始打擊內地教育 他們又找不到出路 最近他們提出一件事就是教師去帶貨 用了教師帶貨的概念的時候 股票升得很厲害 為什麼教師會賣到貨呢 其實很簡單 每一個教師其實他都有很多學生 他有很多追蹤 在互聯網的世界其實跟現實世界一樣 你有接觸到多少人 在線上來說叫做流量 你的流量轉化到多少做買你的產品 然後每一個交易的單價多少時候 就會算到你的生意額多少 所有KOL都是這樣 就算是李佳琦也好 VR也好都是這樣 你有1億個追蹤 有3%跟你買 即是有300萬人跟你去買東西 每一個單價是10元的時候 你就有3000萬了 每一次做直播 這些很容易算出來 同樣道理在新東方教育的教師也是一樣 看看他怎樣去轉化 自己本身也是一樣 即是我有追蹤 追蹤 因為我不是賣產品 我是賣服務 或者是賣顧問服務 或者是賣商機的時候 我那個轉換率一定不高 可能是2-3% 但那2-3%可能是幾十人 那個是一個黏度很高的人 可能他有其他商機在裡面做到的時候 就會轉成一些生意 這個是多了一個過程去變現 不是普通的賣產品那麼單一 所以我們的經營方法就難一點 還有賠率要高一點 還有穩定一點 是兩個不同的市場 但是知識型的KOL 或者教育型的KOL 他們那個黏度 往往會給一些直播大貨的客人 那個黏度就會高了 今天想講的新東方教育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